养兰花 养兰花除了把兰苗养好以外 最重要当然是开花 如果兰花不开花 我们就不能算是养兰花成功 加养兰花的开花各有兰意 相对来说 惠兰的开花可能难度要大一点 也有很多的兰友跟我抱怨说 这个惠兰真的是很难把它养开花 那么是否山野的兰花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其实山野兰花它也有不开花的情况 一般来说在四种 有四种状态下的山野兰花是不能开花的 第一个苗林不道新的兰苗 我们说兰花从种子一点点大的种子 长到开花最起码要五年 前四年长苗 第五年开花最少 这是最少最少的 哪怕生长环境特别好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保护 野生兰花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那么兰苗里 当你看到的兰苗是一年 二年三年四年的苗的时候 可能就不会开花 它开不锁花 它的那个繁殖 精致还没有成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环境变化 兰花种子到开花需要五年的时间 在这段期间之内 并不是说它种子落在这个地方 能生根发芽 就代表这个地方一定能开花 并不是这样的 这五年之内 周围的环境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 原先它刚刚出苗的时候 可能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树 刚刚追音 光照条件特别好 但是在五年以后 这个小树长大了 或者是旁边还有树木 茂盛起来了 就遮天蔽日的盖住它 它就没有光照了 这种现象下不仅仅是说 从种子长到开花的来描 即使是原先在这个地方 有一株兰花 开过花了 在经过几年的时间 这个环境改变得非常大 它也有可能从开花到不开花 到你看到的时候 可能兰花只找苗不开花 第三种状态就比较多见了 对于野兽兰花来说 就比较多见了 因为兰花的花豹 我们这里讲的是春兰和惠兰 它的花豹孕育的最肥最壮的时候 刚好是山上的野食最少的季节 深冬季节和初春季节 那马来西有一些虫子 还有一些老鼠之类的 它们在觅食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发现 这个兰花的花豹 那个时候长得刚好是又肥又壮 它们就会把它吃掉 你到春天的时候 你到山上去看 初春就是说树叶还没有蒙发 兰花还没有开花之前 你到山上去看 如果你能找到野生兰花 你会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兰花花豹 会被老鼠给啃掉 还有一个不开花的例子 就比较特殊 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一个大小年 什么叫大小年 不管是兰花也好 果树也好 还有像我们后面的我祖山上的竹子 它都会分大小年的 如果你没有进行人物为干预的话 它都会分大小年的 那么野生兰花自然是没有人为去干预它 它在某一年气候 还有各方面的因素 综合起来 特别适合它开花 特别适合运累 它可能就会花苞长得特别多 比方说一颗五苗的春兰 正常说能开三朵花是非常正常的 可能在某一年 因为气候或者雨水各方面的原因 它运了八九个 甚至于十来个都是有的 花一年开了很多很多的花 那么兰花开花 野生状态下兰花开花 它在开花的时候 大量的养风 会消耗掉大量养风 这个是大年 那么第二年必然是小年 因为它养风已经透支了 供应不上 第二年可能就开不出花了 总共就是说四种现象 第一种就是苗林不够 又苗 第二种环境变化 环境变化引起的光照不够 引起的光照不够也开不了花 第三个就是虫害和老鼠害 被吃掉了花宝被吃掉了 第四个就是大小年 大小年之风 三眼兰花不开花的情况 基本上是这四种